这个就是我打练习的高尔夫球杆 是个五号杆 这个新拆的打了几次 目前看感觉还比较新 那个目前主要是打练习场 这个后面是写啥 这个几个字也看得不太清楚 这个没关系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拍就是握杆 我是怎么握呢 我是现在是右手的小拇指跟左手的食指扣在一起 然后左手的大拇指放在这边 然后扣起来 这样就锁的会比较紧一点 杆子不容易掉 那打这高尔夫 其实最开始装备就是要个球杆 然后加一个手套 手套是必须的 最开始我那个没有戴手套 把手很容易起泡 就是虎口这边之类的 因为它毕竟高尔夫 它机器的时候力道还是比较重的 那个震动也就容易 就让手去磨住泡 很痛的 那后面呢 我就在拼多多把一补贴上就买了 买了这个手套 这二三十关钱吧 后面就戴起来 戴起来之后就感觉啊 就 嗯 舒服很多啊 那个戴起来 你可以看一下 嗯 这个 我品牌我就不爽了 因为拼多多是好多的 你看这个 这个就 虎口就防震啊 那我们再试一下 就是把这个 握拍的姿势啊 就是熟练一下 你看 首先 左手 左手握住这里 然后右手的小拇指 跟左手的食指 扣在一起 要锁住啊 握拍其实看个人 但是我觉得这样可能会好一点吧 所以这是教练教我的 左手的食指 右手的上风指 紧扣啊 啊 跟在一起 卡住 嗯 卡住 卡住啊 这样子比较 比较 比较 比较好啊 差不多就这样吧 然后 最近的计划就是 多练习 然后后续争取有机会下场 嗯